记者郑景义台北报道,台北市经营珠宝商业工会第十八届第十七次礼监事联席会议,于前日十八时代名声西路局员餐厅举行,台北市警察局局长陈家昌有见年节将届特别前往参加会议,并实施加强重要节日安全维护工作期间防窃防抢防炸期宣导,更指出去年是冒珠宝切安为立作借禁。 陈家昌在会议中指出,年节将届经营珠宝业的安全维护工作是警方相当重视的一个区块,且警力有限,名利无穷,业者若平时如能注意自保,向店家门禁管制安装警报器监视器划速及角度,令业者及警方应建立LINE群组,再加上辖区远景加强巡逻等措施,以防止经营珠宝业者被害。 另外陈家昌举出,去年11月市贸易馆珠宝展发生两亿珠宝遭窃案,提供与会珠宝商作为借禁实力。 陈家昌表示,年关将近经济活络,诈骗集团刺激作案是各式诈骗案发生的高峰期, 例如多年不见好友已猜猜我是谁手法借钱,假冒警察及检察官要求监管金钱等常见之诈骗手法,请预会贵宾除要留意互相提醒建立防骗之共事, 即向周遭亲朋好友宣导反诈骗之观念,并适时留意遭诈骗之征兆,及时拦阻一起杜绝此类案件发生。 陈家昌会后也与李坚士逐一跟拍照留影气氛融洽,经营珠宝工会李氏。 张红长庚也感谢陈家昌丽林会议进行犯罪预防宣导,让预会贵宾受惠良夺。